第3節的《離地中環》 大家好 我是主持Titus 我們今天的嘉賓繼續是洛杉磯香港論壇的Charles Charles 四號 是Titus 四號 各位觀眾 美國下星期的選舉正如我們上一節後說 不只是總統 還有參眾兩院的 三分之一的參議院和整個眾議院 這一節我們將焦點放到這一樹 記得你以前也不是第一次講美國選舉 你經常都講過 選民通常都會配票 確保總統和參眾兩院不會同一黨執政 今屆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今屆似乎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因為選情真的很緊湊 大家都不知道誰贏誰輸 所以為了保住自己各自的利益著想 大家的投票都應該會跟著那個黨的 這件事大致上都是總統選舉哪一個黨贏 總統沒有座 通常參眾兩院贏面都會較大的 但今次真的很難說 因為每一個區每一個州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我明白 你覺得哪些選區會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是參議院 參議院大家都記得基本上是51對49 我沒有記錯 民主黨只是僅僅過半數 民主黨 民主黨今次會不會失去大多數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還有我想這件事的影響會有多少呢 會不會呢 例如可能其實只不過是失一席 令到Team Wars如果民主黨當選的話 Team Wars做議長有關鍵一票 可能會變成這樣 或者會有其他的情況出現呢 是的 這次參議院選舉 原本是51對49 民主黨是佔優的 但是這次選舉 民主黨似乎是讀定輸兩席 一席就是西北加利亞州 因為之前Joe Manchin就決定不再參選 Joe Manchin不再參選 他也是一個比較神奇的民主黨人 但是他不再參選 這個州似乎一定是落入共和黨的手中 另外一個就是在蒙特納州的John Tester John Tester其實是一個頗受歡迎的政客 但是這次所有民調似乎都認定他應該會輸 大概五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似乎應該都是輸這兩席的了 那就變成49、51 於是共和黨就會佔優了 但是有個情咬金 因為納布拉斯卡其實應該是一個超級複州來的 任何一個納布拉斯卡的人參選 共和黨通常都拿六成票以上 但是這次這個參議院選舉 它是有兩個選舉 一個就是要填補一個候補議席 就是因為另外一個人就是辭職了 然後有一個就是選六年的位置 六年這個位置就在一個溝通問題情況之下 民主黨是沒有參選 然後由一個不知名的工會人士 就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 對手就是一個共和黨的二任參議員 其實大家都沒有理會 因為通常共和黨 基本上隨便出現垃圾 總而知抓住這個共和黨的環境就一定贏了 但是誰知道十月的時候 爆出一堆民調就發現 那個選情緊湊到只差一個百分點 基本上就是在五差以來 有幾個民調甚至是發現 就是這位獨立候選人 那個勝出的機會是高過這個 他的支持度是高過這個共和黨的Fischer 這個候選人 這一位獨立候選人最初就說是親民主黨 但是到了競選期間就說 我完全是不會接受這個民主黨的支持 但是他的政綱其實是頗像民主黨的東西 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們就發現 選民其實頗接受民主黨的循環 沒有民主黨這三個字走上去 或者Demburgland Party這兩個字走上去 那些人就會支持 就是你跟他說這個政治的條款 他們是 即是那些標的理念他們是會支持的 只不過你一跟他說共和民主黨 他們就會馬上轉態 我們這次就看到這個可能是這個情況 如果是真是最終由這個獨立候選人勝出 於是就會變成50-50 無論是由賀錦麗勝出還是特朗普勝出 那麼副總統候選人 就是T.Walt或者J.D.Vans 就會非常忙碌 因為經常都要坐車去國會 投這個最後的決定一票 OK 我明白 都頗有趣 會不會其實就是民主黨的名字照了 所以他決定不跟民主黨 即是有些類似什麼呢 即是有些類似杜魯多的名字照了 所以有些人就要抓他落馬 總之自由黨沒有了杜魯多就會贏 即是有美國就是沒有民主黨這個名字 我就會贏的了 即是這樣的事情可能就是這樣 是啊 其實在美國就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 其實基本盤都有三成以上的 那些支持者是無論自己那個黨的情況是多惡劣 或者是他做的事多無理 他們都會繼續支持的 但是如果你不跟他說黨派而是 只是說那些理念 你會發覺其實他們是很相似的 即是例如你跟他說奧巴馬care 他們一聽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說奧巴馬care 你一說奧巴馬care他們就會發瘋了 你講 Affordable Care Act 他們就沒有那麼瘋 然後如果你完全不說 你說我想推出一個新的標 這個健康政策會是怎樣怎樣怎樣 基本上就是把 Affordable Care Act 所說的東西全部都說出來 無論哪一個其實大部分人都支持的 他們其實是支持裏面所說的東西 只不過就是你加了標籤之後 他們就會說這個是別人黨的東西 那我就不支持 這個其實是左右都有同樣的情況出現 另外一個可能可以看一看的就是德州 好了我們最近這幾年都不斷在說 德州其實遲早在民主黨那邊 因為那些人搬去那邊 那當然就沒那麼快 老實說一句 我相信這次德州都仍然是共和黨 但是德州這個參議院的選舉 好像都咬得很接近 是呀 德州那個選情是非常接近 那麼看樣子 預計Ted Cruz 似乎都是會險勝的 即是會以大概3%的標數會險勝 但是那個選情是非常緊湊的 即是大家一直的印象就是 由甘萊迪去世到現在 即是被刺殺到現在 其實德州一直都是保守派的 但是我們發覺就是由紅慢慢變紫 現在基本上是一個紫色的州 德州我們看到每一次選舉 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越拉越近 而這次挑戰Ted Cruz的人 Colin Allred 本身以前是美國美式足球的運動員 他真的有參加 有做過這個職業美式足球的運動員 然後就慢慢退了出來之後 就有法律學位 然後現在就做了政客 由於德州一向都是 總而言之是共和黨你的勝出 Ted Cruz 本身自己也有自己的問題 因為例如幾年前德州大停電 他自己去了墨西哥玩 其實他也頗討人厭 因為Ted Cruz 其實很少會擺任何的標 他投訴就多多 說話就多多 但是他真的 所謂做實事 會推這個法案 其實機會就不太多 而他推出來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為了搶眼球 而不是真的希望可以有成功 或者是希望通過 他只不過是想出一些比較出位的標 而是令到別人報導他 所以在德州來說 他也不是太受歡迎 因為通常incumbent incumbent就是再次參選的人 他是有優勢 通常優勢也是相當多的 即是有幾個百分點 如果你想想 他如果不是因為已經做開議員的話 他這次其實未必一定會勝出 但是民調 我們就看到每一次的民調都越拉越近 所以究竟最後會相差多遠 結果會如何 我想我們真的要看當晚的情況 如果當晚點票的話 可能還要再等多幾天 參議院講完了 眾議院其實也挺緊的 因為老實說 在之前未開選之前 都已經欠幾值 因為這樣的緣故 其實議長都換了兩三個了 就是因為共和黨裏面有少數人 一定要推個法案 my way or highway 踢走議長換個新的下去 這樣令到共和黨很多政策都做不定 到這一屆 其實有沒有可能共和黨的大多數議席再大些 還是民主黨翻盤變回再大些呢 其實就是 這個眾議院就比較好玩 因為現在的議席數目 就是220對212 中共是有435席 有432席是有人另外三席元空 那三席元空 其實有兩個是辭職 另外一個是辭職 這樣就未及得時間去換 於是就要看今次選舉 然後就會有重申的位置 220對212其實兩席是 一向都是民主黨的票倉 另外一席就是共和黨的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 好像221對214一樣 即是欠7席 其實7席裏面 如果變4席 即是如果是民主黨贏到4席的話 這個眾議院就會變天 再加上 這個就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因為過去兩年 就是有一個法案的判決 第一個就是阿拉巴馬州 就是說阿拉巴馬州的選舉 劃分是有一個很大的 令到佔百分之三十多的客人 只是得到一席而不是有兩席 於是法院就說他要重新劃分 於是劃分了之後 其實應該就是共和黨會輸一席 就自動給了民主黨 所以民主黨已經是得一席 另外一席就是紐約州 因為紐約州這次的分別就是 民主黨他們是負責劃分這個議席 但是劃分得太歲 就是劃分到會令到民主黨贏得太多 那就被人投訴 於是法院就命令他劃分 但是命令他再劃分的時候 就變成了有很多席 其實是一個比較 contested 就是swing district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有一席應該會自動給民主黨 然後另外有幾席也可能會有變化 所以在這裏我們不知道紐約州會怎樣 但是這裏民主黨也會自動拿多一席 所以其實民主黨只要贏多兩席 就會令到這個國會變天 我們這次其實主要看就是 我們看例如Code Report Code Report就是有25席 是未能夠真的完全決定到究竟是誰會贏 他們也有幾席會說是擦邊球 但是應該就會是民主黨贏 或者應該會是國和黨贏 但是有25席就是勝負難料的 那這25席裏面 民主黨是接11席 而共和黨是接14席 那這裏25席 其實最後的結果可能真的要取決於加州和紐約州 因為紐約州有些選舉重新劃分之後 我們是不知道究竟那個結果會是怎樣 因為不可以從一個以前的一向的情況而決定得到 而加州其實那裏總共有7席情況是難料的 7席裏面有5席共和黨其實是幾危危符的 另外有一席是勝負難料的原因是因為兩個參選人都是民主黨 那其實一定是落民主黨的 只不過是誰會贏的 而加州的特點就是我們的主席是所謂叫Jungle 就是把所有不同政黨的人全部放在同一個選票那裏 然後頭兩位就出線 所以每一個選區只有兩位候選人 所以對於分析員來說是比較容易看的 但是共和黨有五席 其實那五席都看到在文調上面 那五位差的共和黨候選人都是有機會輸的 所以我們只是看紐約和加州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可以看到究竟哪一個會有這個國會控制權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眾議院的國會控制權 因為取決於加州 加州出名是點了晚的 那麼多晚就肯定不行了 我自己旁邊的選區就是其中一個不知勝負的選區 每一次選區都是要等到選區兩至三個星期後 差不多去到Thanksgiving 才會有最終的結果 因為是每天都會彈來彈去的 所以最後眾議院這個控制權 可能全世界之眼就落在於加州這幾個選區 因為有兩個就是加州中部 另外有三個就是在洛杉磯園和橙園 這五個選區是最重要的 尤其我覺得最有興 可能對於香港人或者對於華人比較關注的 或者亞洲人比較關注的 就是加州第45選區 因為加州第45選區就是兩個人 一個叫Michelle Steele 其實她叫Michelle Steele 因為她的老公是Lasimir Steele 但其實她的名字叫福銀珠 就是韓裔的美國人 而對手就是一個叫Derek Tran 就是一個越裔的人 那個社區是加州第二大的亞裔選區 總共39%是亞裔人 而且絕大部份都是越南人 上一次選舉 Michelle Steele的對手就是一個台裔的候選員 叫陳介飛 這一鬼人我其實都見過的 其實我也質問她關於中國和香港的情況 她的表現真的很差 我想像是一個 我猜是一個竹星 但是竹星來說 她對於台海政治等等的事情 她真的不是很講得多 而那個選區 由於這麼多越來的人 其實真的整個選區都是反共的 所以那一次選舉 她就是福銀珠打正反共來做主打 那就是險勝的 但是今次因為這位參選人Derek Tran 亦都是越裔人 於是就變成了兩個候選人 即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鬥反共 而且因為Derek Tran是一個越裔的人 所以她是佔優的 因為那裡其實不是多韓國人 但是越裔人就佔多 即是投自己人的機會會比較大 其實基本上 是的 民調就顯示她勝出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但是也都是選成緊湊 因為因為Incomement的問題 Incomement通常都會有幾個百分點的優勢 所以看到就是如果福銀珠不是一個Incomement的話 她勝出的機會是會小很多 另外一件事當然就是由於越裔的人 其實一向都是比較支持共和黨 所以其實這次由一個越裔的人去參選 也看到這個世代變更 我們看到其實華人、越裔人或者古巴人等等的人 第一代的移民可能也是受於他們本身自己 原本國家的共產主義影響就會比較支持共和黨 但是第二代的選民的看法已經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華人、越裔人、古巴人 他們的第二代都是比較傾向支持民主黨 由於那個世代變更過了這麼多年 第二代的人現在是可以投票 也會看到選票的改變 好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 可以在Facebook搜尋Laday News 遲一日的新聞LATEDATNEWS一個字找到我們的項目了 我們的YouTube、Facebook、Instagram、Fat 甚至有那個有心想他們喝杯咖啡的話 Buy Me Coffee的帳戶都歸一桶 全部都是LadayHKpod HKpod 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 即是香港時間星期五早上7點 在Spotify提供影像直播 我們會在星期四、六、一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 即是香港星期五日二早上7點 YouTube分三節播出 同時在各大Podcast 包括Apple Podcast SummerSong Music、Audible提供升級版本 這期《離地中環》是2024年10月30日 多倫多時間早上10點 洛杉磯時間早上7點 你真的很早 即是香港時間晚上10點錄影 再一次多謝Charles 多謝你 下星期再見 拜拜 至今